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 多伦多的地产经济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呢 最近一个月非常的波澜 跟很多客人都在那聊 整个市场非常的不正常 不正常在哪呢 好像加息这个事情啊 它也并没有结束 并且呢 也没有说马上就要降息了 但是好像呢 整个房价呢 又在往上猛充 这种到底能不能持续 能不能持续呢 大家呢 又看到很多新闻 新闻怎么说呢 之前我们看到 新闻这个东西啊 还听一半信一半 为什么呢 在2022年底的时候 也就六七个月前 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什么呢 都还是市场可能要crush 整个加拿大市场还要再crush 30% 或者是说呢 整个市场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渐渐的就看到新闻说 哎 市场已经稳住了 然后有新闻说 哎 今年可能涨5% average 然后呢 最近又有新闻说 哎 哎 哎 不对 这个市场呢 可能哈 在今年年底 2023年年底 就要回到2022年的peak的这个level了 啊 哎 然后又有新闻说 哎 嘉阳好像现在说这个劳动力市场怎么怎么的 可能要继续加息了 听得各种的晕啊 那我个人呢 如果你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暂时跟我前两个月啊 对市场的分析保持一致 是不是说一定不会变啊 不会的啊 有可能 你有新的市场的数据出来啊 可能呢 预测是会变的 但是目前来说呢 我维持我前两个月的判断 就是现在的市场可以买 但是不要疯抢 不要疯抢 几个原因啊 我们过会看数据啊 我们过会看这数据来说 这个为什么可以买 但不要疯抢啊 那两边可能都会有人喷啊 这个 但是这就是我的观点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2023年4月份的报告啊 没什么好看的 我很快的来过一下啊 4月份的报告出来了呢 基本上MLS sales呢 比上个月 比3月份多了一点点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nventory怎么样 sales多了一点点 对不对 new listing跟上一个月出来的差不多 说明呢 demand高于supply啊 这东西呢 你说这个房价啊什么的呢 呃 其实啊 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呢 我不知道大家炒不炒股啊 呃 价格房价啊 这个跟股票的定价有点像 你一个东西呢 比如说你一个股 它挺好 大家都挺喜欢 你挺喜欢的 就会有人想买 有人想买呢 那卖的人少了 那怎么样呢 那比如说 呃 100块钱 对吧 它balance的时候是100块钱 现在有人说我想买 那个人说行 那我不想卖 但是102我也卖 他说那行吧 102我也买 到了102 到了102之后呢 接下来的想卖的人 他说那我想要103 对不对 那103有没有人愿意买 有人愿意买 他就会变成103 有人觉得哎呀 这个我觉得103的估值有点贵了 我不愿意买了 那就就就就就没有交易了 没有交易了 回头就有人说那行吧 那102我也卖了 他就下来了 就这么一回事啊 房也是supply and demand 那会有很多人说了 那这个市场它它为什么这么疯狂 为什么好像大家都有钱啊 为什么都能带下来贷款 那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比如说还是拿100 比如说市场上有100个房 我有60个买家都是qualified 那行 那100个房60%被卖走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市场上现在只有20个房 我有60个买家 即使我有一半的买家 有30个买家 他是不qualified 他是这个价格 他没有办法买的 但是另外30个买家是不是可以买 好 我们有30个买家 20个房 怎么样 对吧 supply and demand 就会被草上去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new listing跟上个月一样 但是呢sales比上个月多了 最主要的是sales to new listing ratio 对吧 变高了 变于多少呢 年初的时候是0.4 典型的买家市场 我们说0.5是一个balance 哪有刚刚好balance 对不对 一般都是不是买家就是卖家 现在呢到了这个0.65 0.65 又开始往卖家市场去了 所以说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市场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看了 average price price上来一点 对不对 那肯定的啊 大家都看到都在抢 所以average price 它是肯定上来一点的 为什么说价格合理 现在在能接受的范围区间应该买入呢 是因为下降基本上是非常困难 原因呢 一个是supply demand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价格区间一般啊 这整个市场 在2017年的时候 我有indication出来之后 我这个数据indication 它是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市场 2022年的时候 出来indication 是比较危险的市场 那现在的市场呢 在2023年 它进入什么样 进入一个安全区域了 那人家说不对啊 这儿我用的一般都是6% 一般市场在通胀是2%的情况 就是正常的 比如说你工资每年上涨2% 你的通胀 比如说各种的花费是上涨2% 房是应该上涨4%到6%的 OK 核心区域涨得慢一点 外面涨得快一点 你比如说Toronto可能是45% York Region可能是67% Barrick可能是10% 因为毕竟外围的人进来那么多 外围的房价又比较低 就是这么一个区间 那你说这次通胀 整个一年的通胀 它在6% 7% 那我的房价 我的房屋的建筑成本 我的人工 它还可能是在6% 7%吗 不会的 它整个的涨幅是超过7%的 所以这边做了一个调整 调整完之后 2023年1月份的均价当时是在1038,000 这个是整个多伦多地区 大多伦多地区 其实这个价格是非常值得买入的 但是那个时候整个市场不太稳定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它如果继续的往上加息 那是不是还有可能往下走 有可能往下走 然后2022月2月份也还行 5月份的什么样 5月份的均价又回到了115 又进入了一个不太好的区间 但你虽然是在不太好的区间 但是是不是进入危险区域了 没有 你只要不进入危险区域 只要是这个supply 低于demand 它的价格就会往上涨 或者是说很难往下跌 这就是我的理论 你现在要去买房 你说Steve 2023年年中年底会不会突然跌个10% 15% 不会了 不会了 所以如果你能买到合理价格范围 没有最近两个月没有风涨上去的 现在真的是可以入手了 有客人说最近有很多法拍房 Power of Sell 其实没有那么多 是开始变多了 但是没有那么多 主要还是加拿大的贷款的政策 比较conservative一点 之前2017年之后出来的压力测试 很多都是测试在哪的 5.25% 这个level去测试的 所以最近大家renew的5年 包括5年的fix 差不多range是4.8到5.2 有5.4的 那3年差不多 就跟压力测试差不多 有听到过是说它的renew是在百分之六点几的 六点几说实话是有点高 还有人他担心是说2022年2021年的利率特别低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都冲到房市里去买房了 对不对 那买完房之后他的利率是1.4% 1.6% 那现在突然让他变成5% 他会不会吃不消 会不会有很大量的这样子的人把房抛到市场上去抛售 不会 首先你想2020年2021年买 它是什么时候renew 2025年 我们现在在哪 2023年 OK 还有两年时间作为缓冲 并且2024年很有可能要降息了 现在的利率说实话是比较高的 对整个的经济活动是不利的 但是没有办法 以打压通胀为主 这个是1 第二 那你说2020年之前买房的人 18年买房 19年买房的人 就像我说的 他有压力测试 并且那个时候的房价 你想吧 周边地区 我们先讲核心地区 多伦多 多伦多那个时候猛涨是涨了多少 涨了40% 还有跌回去了一点 旺涨了45% 跌了25% 现在又回去了10% 对不对 你想吧 200万的房之前才是多少 对不对 周边的房Berry 拿Berry举个例子 最高点Berry的房是涨了100% 将近100% 50万的房卖到了100万 那你在2020年之前买的人 他是多少钱 50万嘛 所以说总的来说 这部分 你要对市场造成一个动荡 非常的困难 并且2024年还有可能降息 2023年有很多report 读了很多report 甚至2023年年中 如果inflation能降到3% 2023年底 有可能就开始降息了 来刺激这个经济了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很有可能要一直到2024年初 才有可能会降息 并且美国降息有可能是比加拿大先 为什么呢 你看加拿大是 当时美国的rate跟加拿大rate是一样的 美国加的是加到了5.25 加拿大到4.5 他就停住了 所以可能美国先降 加拿大的他先我等等看 我等等看 还有人会说这个六月份加息 是不是还会加0.25 完全要看通胀 我个人目前来看六月份可能还是不加息 OK 那可能对市场下行不会有什么助推吧 还是市场还是保持这么一个稳定的趋势 至少是这一块 加不加息 最主要看什么呢 看CPI CPI现在是在4.3 下一个是5月16号 5月16号是出5月份应该是出4月份的 我不知道 这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写的是4.3 这个可能是4月份出的3月份 这个应该是March OK 出的是March的CPI是4.3 4月份就我看到的数据而言 首先呢 这个工资方面 工资方面还是在涨 不是一个好消息 美国的工资其实已经在跌了 然后呢 原油 原油是在跌到 住房 住房的stagnation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但是transportation是下来了一点 下来了一点 所以呢 5月份出的4月份的CPI应该是在往下走 OK 所以CPI在往下走 它为什么它要继续加息呢 它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去加息 至少是在这边 unemployment rate其实是特别低 其实最完美的是慢慢的inflation往下降 然后unemployment rate 缓慢的往上升 比如说升回5.3% 5.15 甚至6 都是非常完美的 但现在是在5% 是完全的充分的就业股 加拿大 美国更甚 美国是低于5% 应该是百分之三点几 在这种情况下呢 目前来说我觉得它是不会继续的加息 但是你说towards the end of the year 继续往下 比如说年终3%了 更加不会加息了 对吧 但你往后比如说在3%它卡住了 对不对 因为工资 因为各种原因 它卡住了 它会不会加息呢 有可能 但是它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 它其实3%跟2%没有差 你从长线的来说 甚至之前都有inflation低于2%的时候 所以它平均一下怎么样 可能是在2% 对吧 要看完全要看经济活动 现在美国如果你去看最近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对新闻的关注度高不高 有很多小银行它是开始倒闭的 就是因为加息之后 包括很多small business 包括现在我知道有些很多餐馆 是非常非常不好做的 所以呢 这个高息是对经济 整个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你不想让大家各种的进行大量的倒闭 其实央行它如果可以 它是不想往上加息的 OK 不想往上加息 supply低于demand 怎么样 你这个房价要往下走 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我的观点 你想喷我的话随便喷 但是呢 接下来我要说的 这是大家不要去猛抢 不要去猛抢了 因为毕竟风险还是有一点的 很多朋友问 我现在要买买哪最安全 买多伦多 多伦多 包括condo 包括房 现在的区间 我这张表记得全是detouch 我做detouch的多一点 那包括condo 也有买卖 但是比较稳一点了 比较稳一点 包括房 房的最近成交的呢 大家说实话 很多我发现有几个也是去下过offer 他们最后的成交价 是在2024年的均价了 就是我算出来的是2024年的均价 当然我们没有买到 我是现在还是按2023年的去给客人再下offer 但是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呢 就是他们真心想要的是得拿2024年的价格去买了 因为都有一定的前瞻性嘛 比如说你觉得哎呀 那接下来可能再过三五个月 他就是这个价格了 行这个价格我也接受 对吧 那你看均价呃 是在100march的时候是170 现在呢 到了178 178比2024年的均价呢 其实都要高啊 都要高2% 但是呢 现在就有人是按这个价格在下了 那如果是按2024年呢 其实多伦多还是最安全的一块区域 整个多伦多区域 我们来看marker 我们看von 呃 现在marker 大家看到这个infoil还是低嘛 呃 总的独立屋是在182 呃 之前呢是在19 february19 184 182 其实大家看到一个趋势 是在缓慢往下走的 因为有一些价格 比如说我最近在网友看到 呃 还是挺好的区 啊 双车库的独立屋 是100 当然他是整个户型是比较小的 可能只有2300 2400 160几万出的 啊 160几万我都觉得独立屋 他应该都得在180 啊 他有160几万他愿意出的 说明这样子房子是有出来的 总体来说呢 2023年的这个平均水平呢 还是高啊 高了10% 所以呢如果他市场上 接下来加息 今年 比如说他六月份 他就真的加息了 对吧 这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决定了 六月七月他真的加息了 有可能啊 市场往回调多少呢 往回调10%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或者是说你突然看到有很多人失业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但是呢 目前市场来看呢 旺还行 啊 2024年的差5% 啊 如果能这个182的均价啊 或者你买的时候自己算出来的价格 能低5% 买进去还ok啊 markham现在是差不多是7% 离2023年的安全区域是下了百分之十几 下了百分之十几跳得比较高 并且condo也是同样的情况啊 condo呃之前 我有在看这个新condo差不多是1100一尺啊 在markham 呃低的时候呢是1000啊 现在的1100 但现在的卖家呢很多呢 他心挺凶的 他要1400啊 1400 然后自然是卖不掉了啊 markham的condo啊 呃下周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周 为什么呢 我看到现在首先inventory开始增加了啊 二十几个condo在哪摆着 并且呢其中有十几个在下周8号9号10号5月8 9十三天全都抢offer 我们看怎么样哈 市场呢或者是市场彻底疯狂啊 二十几个全都被抢走了啊 或者呢是这个市场就要开始进行一定的 就是一开始会有很多人他我不想错过我要进入市场 对不对 那这部分人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大家会发现有十几个人有十几个condo在那边抢offer 然后呢会发生什么事呢 全都price change 或者很大一部分会进行price change 发现好像抢不上去了 那我们还是改一个正常价格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改成正常价格之后啊 如果哎呃有人买了就被消耗掉了 如果说哎 改成正常价格之后好像还是没有这么多人买 那真想卖的人他会怎么样呢 就会降一点价格了嘛 对不对 那就进入一个稳定期啊 稳定期五月份如果书房比较多的 其实是可以进入的 可以进入的啊 就像我说的 现在construction cost condo construction cost 其实是挺多的 你想让他大幅的降回 特别是新condo 你想让他大幅的降回什么八百块钱一个square feet 这不可能啊 能到一千左右 一千一左右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吧 这就是额外话 cond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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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价你看是呃 上来之后啊下来了一点 啊 不好说 还是两个理论啊 理论之一 就是我的理论之一是 还得跌20% 或者至少得跌14% 啊 但是呢另外一套理论呢 是说现在这个remoto的工作啊 在外面remoto的工作都挺多 啊都挺多 有可能低价格丢下来 也有可能啊 这个目前不好说哪套理论是对的 好吧 呃 今天的时间比较长啊 就讲到这了 也不给大家举具体的例子 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 啊 价格合适 让自己的经济算一算 价格合适 该买就买啊 啊 价格充高太多 抢得太疯狂 现在市场的风险还是在这的啊 到2023年至少在2024年年初 他正式的 或者是说央行是说哎 我们再也不加息了啊 2024年年初我要降息了 在这句话放出来之前 市场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好吧 大家啊 不要猛抢 现在呢 MARCAM的均价是在187 高点是在哪 高点是在2022年的213 没有差那么多了 如果接下来大家继续往上抢啊 MARCAM继续往上抢 抢到195 这个200 离最高点就差5%了 我觉得是太近了 我觉得是太近了 这个市场比较风险比较大 好吧 任何问题给我留言 有时间给大家回答 希望大家天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